你们知道你们扔掉的这个烟头 它有多值钱了 毫不夸张的说 可能从你抽烟到现在 你应该是扔掉了一畅房子 都说不定 现在啊 你身边所有会抽烟的小伙伴 赶紧让他把我这条视频认真看完 等年底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靠着烟头 搞一辆宝马或者奔驰开开 这条视频敏感词非常多 大家赶紧点赞收藏 因为我等会下架的 目前烟头每吨价值4万左右 通常回收价格是5000亿每吨 烟头中是可以提取三大原材料 第一个就是碳酸纤维 这个真的是用过服装生产的 而且碳酸纤维所制成的五仿部 是非常高级的医药卫生用材料 第二个就是烟碱 可以用作医药和高级相应的生产 很多止疼药里边都有烟碱的成分 第三个就是前提醇 主要用于医药行业制作维生素K2 还有心脏类的药物烟碱和前提醇 在这个市场上真的是供不应求啊 完全不用愁削弱 那很多人问我 沙姐那烟头从哪来啊 这很简单啊 我们可以去网吧 KTV啊茶楼啊 这些娱乐场所怎么样 免费的给人家提供挂臂式的灭烟头 你定期去清理不就行了吗 对吧 其次去跟路边的皇位工人阿姨们合作 五块钱一斤 从他们手里面去回收 这些都是烟头的主要来源 目前国内大部分烟头 我还只是简单的去处理一下 还没有对回收烟头有意识 所以说整个市场是一片蓝海 那么对于回收烟头 这个既新鲜又蓝海的生意 你还在看吗